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竹梁老师连辉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七章 Request的对象 在上一章中 我们已经用一个范例来理解了 Request对象是怎么构成的 它是通过表单输入 输出向另一张页面发送请求 然后通过Name值 通过Name来绑定它的Value值发送出去 然后我们通过接收方的那张页面 通过Request来接收它的Name 来获取它的Value值 对不对 好 复习一下 通过Action.post.asp 将用户名这个Name值 绑定了它输入的Value值 就是Name等于你输入的Value值 发送到Post 然后通过Request的UseName 把它的Value值给提取到 付给了这个变量 最后让这个变量显示出来 这就是我们上集课的内容 对不对 好 那么继续往下讲 好 7.2 读取表单数据 RequestQStream和RequestFone集合 好 读取表单数据的方法取决于表单返回付期的方式 若你在Fone标记中 Mate属性设计为Gate 表单数据将以字不转的方式附加在网址后面输入 OK 看一遍 如果你用Gate 你看看 是不是它会在表单那个网址上附加在后面 好 这就是用Gate的方法 例如 UseName等于你延辉 此时必须使用Request的 这个方法来集合 你看 你看 我用Gate的方法 你看这样子 有用啊 有用的 你看到没有 也是有用的吗 不是Gate for不是一样吗 OK 如果我用这种方法 大家看一下 Fone 以后的话 我们可能不会用这种形式 因为这种形式 稍微耗那么一点点资源 能不能接受到 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到 所以你必须用这种方法 看到了吗 接受到了 OK 如果你是用的Gate的方法 你就必须用这种形式来接受 Qstream 看到没有 如果你用的是Post的方法 你必须用点Fone Fone接收 看一下 你用Post 那么 Post的这边 你这边是用的Qstream方法去发送的 那么 能不能接受到 不能接受到 所以你要必须把它改成什么 Fone 才行 好 再来一遍 接受到了吧 好 那么最后的定义结果就是说 你用Gate 用Qstream 你用Post 你就用什么 Fone去接收 好 如果你使用的方法不配到的话 比如你使用了Qstream的集合来获取数据 但却用了Post的方法 那么获取的数字符算机为0 就是空 对不对 事实上 倘若你不想以这种两种方法获取混淆 而找错误 那么你完全可以省掉 譬如 Request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后面就不需要点了 这么一来 Request的方法先通过这个集合来搜索 找到的话就过去数据 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给你过集合来放着寻找 明白吧 所以你用这种方法是比较保险的 但是呢 我们理解了上面两种方法的实质性 你就能完全 完全可以没必要去混淆 就不会去混淆 对吧 你就用上面两种 其中的一种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又做了一个程序 作为我们的强化 那么这个程序的html页面 我就不做了 我复制一下 然后带大家理解一下 好 复制一下 我把这个大写的双引号改一下啊 现在吧 这个我把它改成银行吧 bank.asp ok 它也是post的方法 然后提交到js.计算码 js.asp 那么一句一句看 我们先 我们先运行一下 请输入你的姓名 请输入你的email 请输入你的本金 请输入你的年利率 请输入你的月数 好 ok 那么下面呢 就是说 请输入姓名 text us name 为了一样的吧 好 请输入你的email text email 请输入你的本金 呃 us rate 请输入你的年利率 us catch 请输入你的月子 us month 看到没有 好 这就是你的本金年利率和月数 好 最后我们该怎么做呢 大家来看 js.asp 生命几个变量 首先 呃 你的姓名生命一个变量 呃 你的email生命一个变量 email就直接这么来 ins 下面是你的什么 你的本金 还有你的什么 你的利率 还有你的月数 ok 然后呢 接收 它是以什么方式来发送的 以post的发送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接收 来看 evaname等于request form email等于request form email等于request form email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现在你要得到一个公式 最后你能 就是说 会显示出一句话 呃 某某用户 某某email的用户 你的本金为多少 你的年利率为多少 你的月数为多少 呃 你十一个月之后 可以得到多少 最后的总金额 可以得到多少 是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说 你存了 多少个月 可以得到多少 多多少总金 不是本金啊 是总金额 对不对 那么可以这么计算 那么这个总金额 怎么算 总金额 比如说总的 Tuttle 可以吧 好 这是总金额 Tuttle 等于谁呢 等于 你的本金 加上一个 这个 本金乘一个年利率 再乘一个谁啊 月数 啊 是不是这么计算的 我们看一下 Tuttle代码啊 又G 是本金乘以年利率 乘一个月份 再除一个多少啊 12 还要除一个12 是这么一个公式 是本金啊 Tuttle 等于等于 本金 乘一个年利率 乘一个月份 除一个12 是这么一个公式 对不对 啊 从前面还要加上个本金 加上 本金 加上本金 这个后面得到的是谁啊 利息啊 好 后 这后面是得到的利息 所以他最后的是Tuttle 好 最后呢 这么来写 嗯 叫 亲爱的 啊 亲爱 亲爱的 谁 等于 亲爱的 I use the name 是吧 您的 呃 呃 您的 本金 为 这个 对吧 元 啊 您的 本银行的 利率 为 为什么 use catch 是吧 您 存 啊 换一行吧 您存了 use months 个月 是吧 好 最后得到 呃 最后 得到总金额 为 多少钱啊 还好 好 我们 已经将 呃 对照单 是叫对照单啊 对照 单 发送到 你的 邮箱 邮箱 然后写上 你的邮箱地址 email 可以吧 ok 看一下 请输入你的姓名 李安徽 我的邮箱是 嗯 yc60.com gmail.com 请输入本金 我有100万 对吧 啊 做梦的啊 好 我的利率是 0.05吧 比如说利率是2 两倍 那个就厉害了啊 啊 0.05 我存了多少个月呢 我存了7个月 对不对 我存了7个月 看一下 计算 好 亲爱的李延辉 你的本金为100万 本银行的利率为0.05 你存了7个月 最后得到的金额为 这个 102万9千166 我们已经将对照单发送到你的邮箱 yc60.com yc60.com gmail.com ok 对了吧 100万存了7个月 得到不到3万块钱 多不多 还可以吧 嗯 可以 然后我数0.5呢 那就吓人了 你看 以100万块钱 存了7个月 最后就多了30万 对吧 每种个彩票500万 我存个几年 是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例子 很简单一个例子 可以 可以计算的 你发送过来的数据 是可以计算的 你没发现 那么这个例子用途呢 就是说 你把这些数据发送过来 我接收之后 还可以怎么样 计算 如果你发送的是什么 是这个这个数字的话 是可以计算的 对不对 为什么不要转型啊 啊 测远了啊 弱类型语言 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东西 OK 继续 下面一个 读取服务器 环境变量 与http标头 叫request server valiables 好 这个对象 集合可以获取 服务器环境变量 和htt标头 举例来说 你要获取网页的 虚拟 那个虚拟路径 远程 主机名称 服务器名称 ip 端口 版本 你可以这么写 好 这个我们不做要求 不做要求啊 上面就不复制了 当然不止这么多 还有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 怎么搜呢 叫asp 服务器环境变量 或者标头 好 就可以出来了 这边 我们粘贴一下 好 把这个改一下吧 先 server 就就就就 s吧 .asp 好 s.asp ok 出来了 网页的虚拟路径是s.asp 网页的主机名称要7.0.0.1本地 主机ip为lotohost 端口80 htv版本1.1 服务器软件版本 macosoft rls5.1 看到了吧 当然 环境变量不止这些 它的写法是这样子 等于号代表着 respon white 然后 request server request server vr abos 然后patch info 什么什么什么 好 这里面是它的参数 不同的参数会得到不同的 那个 结果 对不对 你去查一下 有很多 不止这么多 ok 这个只是我们提一下 不做学习要求 后面用到了 我们再讲 ok 下面一个 读取cookie文件 读取cookie文件 好了 在上一节课 我们用了律师pon方法 可以怎么样啊 书写入 对不对 我们把上一节课的例子拿到 找到cookie 应该是最后一个 就是是不是cookie 最后再写一个 还少一个什么单 爱北风 我保存几天了 七天 是不是 保存七天 就会在服务器 就会在客户端 写入一个文件 写入什么呢 名称为 这个cookie的名称为爱北风 那么它有 有四个值 第一个是什么 usename等于免费 第二个是 age等于100岁 第三个是最后的 last now 最后的访问时间 对不对 然后呢 保存七天 对不对 ok 等一下 6-5 是不是写进去了 写进去了 ok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喝杯茶 对不对 然后ok 现在继续来写 现在我写什么呢 叫 cookies.asb 好 我们已经在客户端 写入了cookie 现在我要把这个cookie 给读出来 这么读 大家来看 采用request cookie cookie name 然后uname就可以了 看一下 以前是response 外 response cookie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怎么办 先递几个名称 uname age 然后 这个 last now 然后呢 以前是response 现在是request 可以吧 可以吧 cookie 然后写中 爱北风 然后呢 写上什么 说 uname 好 在这里写上uname 等于等于 ok 写上 edge 拿到 edge last now 写上 last now 可以吧 这样就可以获取了 获取之后还附给一个什么 变量 好 然后现在写章话 叫 you name do号 你好 年龄 年龄为 年龄为多少岁的你 在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呢 last now 的时间 访问过 本赞 可以吧 比如说我刚才这边说是李延辉 他就应该是李延辉 你好 年龄为 这边写的是100 100岁的你 在什么时间呢 那个时间 我们喝杯茶之前的时间 对不对 好 在什么什么时间访问过本赞 我这边改成什么 李延辉你好 年龄为100岁的你 在2009年6月30号10点14分34秒的时候 房屋会不在 那么你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时间 现在是10点17分 10点17分19秒 10点14分 是不是喝杯茶之前的三分钟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 Lyspone方法写进去的东西 可以在 未来读出来 对不对 当然 我这个 我把6-5再刷新一下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期待不会变 时间会怎么样 6-5 6-5一直行的话 是不是又又又写露了一遍 把以前的给怎么样了 覆盖掉了 覆盖掉了之后呢 我们再cookie 10点17分46秒 刚刚的 18分了 十几秒了 看到没有 OK 明白了吧 好 明白了 那么这就是读取cookie文件 上一张是写露cookie文件 这张是读取cookie文件 那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在会员登录的时候非常有用 比如说 牛奶器进程呢 登录一周啊 登录一个月啊 登录一年啊 不要再登录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当然退出登录怎么弄呢 叫清空cookie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放在以后再讲 今天就不讲了啊 因为放在以后立正讲啊 7-5 7.5 隐藏自断的应用 将表单与这个处理合为一个程序 好 行 大家花半分钟把这一大段看一下 看一下之后我们来 把我们之前的程序稍微改一改啊 好 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隐藏自断的应用呢 好 这段大家想必也看过了 看过之后呢 我们回到之前的程序 好 这个程序 大家想想 这个程序是RNG 我点提交的话 它会怎么样啊 会提交给它是不是 然后它来显示出来 好 现在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现在想这么办 我不要这个文件了 我直接提交给谁啊 提交给自己 然后点确定之后 提交给自己 是不是提交给自己啊 提交给自己 将 这段隐藏掉 显示 数据内容 明白 懂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在你没有发送的时候 显示表单内容 当你发送之后 你显示 发送后 显示的内容 而表单就会怎么样啊 隐藏起来 这个怎么做呢 OK 你第一步 你可以先把这一段 给拿出来 你放到上面去 可以吧 你把下面这一大段 也怎么样啊 好 那么Post要不要了 Post不要了 那么就剩个RNG.ASP RNG.ASP 我把这一段 拿到这边来啊 好 也就是说 会员注册是这种情况下 你看会怎么样了 上面显示的是 Post的那张页面的内容 下面显示这个 那么 现在我填了 李延辉 123456 男 网址 爱北风 体育音乐 啊 内容多出视频 行 点提交 哎 发现 我提交给自己 我通过这个地方 提交给自己 对不对 然后网页又重新刷新了 那么重新刷新的时候 这段是不是就执行了 是不是它就有值了 一旦有值 是不是这边就显示了 所以它这边就显示了 但是这不是我要的效果 对不对 那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一开始它没有啊 一开始网页执行的时候 它也去接收 但是你它接收的时候呢 有没有值啊 没有值 所以它会空 明白 好 我重新打开 我为了演示方面 我重新打开再来一遍 嗯 叫什么呢 ig.asp 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一开始它就会显示用户名啊 用户名后面这个东西有没有值 没有值 密码有没有值 没有值 所以它这边是接收不到的 因为你没有人发送给它 对不对 所以你第二次发送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值了 啊 有值了 然后返回继续注册 又没值了 其实这个返回呢 就是点击返回的时候 是不是重新刷新了一遍啊 啊 又返回 重新载入了 所以说它又没值了 但现在我要的问题并不是说 在这边写值 然后在这边 点提交 这边就会显示 对不对 我现在是什么 当我没有提交的时候 这边是空的 当我没有提交的时候 这一段是隐藏起来 当我提交之后 把这一段显示出来 而把这一段给隐藏起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OK 那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用到隐藏次段了 好 我可以这么写 先写个注释 给大家看清楚 这里是表单 好 这里是表 好 也就是说这一段是表单 对不对 这一段是表单 那么上面这一大段是什么 数据啊 数据接收显示 是吧 数据接收显示的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那种 好 现在我怎么办呢 大家来看啊 我这么写 不好理解 不是很好理解 想办法去理解 如果 如果 request set 等于 ok 那么就执行这一段 否则 就执行这一段 有没有看明白 有没有看明白 好 我写个 我在这边再写一下 我写短一点的啊 就text test 如果 如果 set等于 ok 简化形式是这么写的 对不对 如果say等于OK就显出数据 否则就显出表单 大家想想 当网页一执行的时候 第一次执行 我说的是第一次执行 我说的是第一次执行 网页第一次打开来的时候 Request set有没有数据 有没有 没有数据 它能等于OK吗 它不能等于OK 所以数据显示 数据接受显示的这一段 它会不会 会不会显示出来 不会 所以你看 是不是什么爱好 留言内容啊 用户啊 密码 网址啊 和返回重新注册 有没有在这张页面体现出来 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 否则就执行这个表单 这张页面 所以网页一打开 它先显示哪张页面啊 先显示表单 OK 那难道说我这边写东西 一发送就有用吗 发送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因为你发送之后 你网页从头 重新开始执行 set等于OK吗 也不等于OK 那怎么办 OK 问题出来了 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个表单 它什么类型呢 叫隐藏字段 隐藏字段 我可以先写的这个字 text name name的什么名字啊 叫set OK set 什么意思啊 request set 是不是就能把这个字段 给接收到 那么它有值吧 value等多少 OK 看到没有 强行写进去的 是不是OK啊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 一点确定的话 OK是不是就有了 一点确定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表单 就会把set OK发送出去 发送给自己的时候 request set OK 有没有值 是不是就有值了 好 有值了之后呢 就把它改成hand 改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它并不需要让你看见 好 我重新打开 再来试试一遍 不是很容易懂啊 看到了没有 表单 表单是不是被隐藏了 好 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网页一执行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如果request set 你OK才显示 OK 那么 request set 你OK 一开始 有没有set 这个 这个数据啊 没有 所以这一大段都怎么样啊 这一大段都不显示 对不对 所以只显示谁啊 只显示否则里面的表单 也就是说 只显示 显示表单 对不对 但是你表单点提交之后 它把set的用OK 又发送到本页了 对不对 网页又从头开始执行 也就是网页 又从头开始执行 这个时候request set 有没有值啊 有值啊 等于多少 等于OK了 那么就显示它 那么否则这个的表单显不显示啊 不显示 那么就显示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 第二次发送了之后 它就显示这一段 而下面这个表单就不显示了 明白了吧 所以重新注册 你看 你什么都不写 是不是也可以啊 哎 很好 是不是在一张页面啊 好 在一张页面 OK 那么这就是这个例子啊 最后呢 给大家一个自己书写的例子 也是request的set等于空 执行的 好 这个例子留给大家自己去做 它会 这个例子的用途呢 是什么呢 是根据你选择的网页 直接跳到那张网页上去 它也是通过的隐藏字段 明白 留给大家自己去做 我就不做了 好 最后 我们request的对象就学完了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教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任老师李延辉 我的邮件 y460.com gmail.com 谢谢大家 再见